民進黨想問一下,那怎麼看鄭運鵬家的造勢 他是說一輛的遊覽車要補助八千元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在大撒幣 包括你剛剛講的這個遊覽車的事情 包括他們大量印製黑函到處散發的事情 我真的很希望說民進黨把這些錢省下來 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不是很好嗎? 拒絕黑函啦,拒絕黑函 沒錯,拒絕黑函 那個八德運動中心的那個拒絕 會不會覺得他運售標準是不是太單純 或者是台灣市政府是不是有一點謝謝責任 八德運動中心那個事情 我首先要說我很慶幸 還好我們桃園市民沒有太特別重大的傷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個事情的原因 我覺得桃園市政府要好好的調查 到底是設計適當,還是施工適當 還是驗收太寬鬆 一定要調查清楚 第三,我們市民在使用這些公共空間的時候 會不會有心裡面有疙瘩 有個不安全感 勢必的這次的事情造成這種不安全的感覺 很自然 我上任以後會對於最近幾年 桃園市政府的公共工程 做一個安全體檢 讓我們市民在使用這些公共設施 公共建築的時候 心裡面非常的安全 感覺非常安全 非常的篤定 這才是市政府應該做到的 現在 市民在使用今天有說是營造公司的責任 我覺得最好是經過客觀的專業 建築師或是結構技師去調查過以後 再來說,比較有公信力